柚子和虎妮再次来到现代卖干货 顺带找人办手机卡 转眼一个多月过去 天空飘起了雪花 虎妮正拿着手机摆弄 这段时间 虎妮和柚子研究手机说明书 弄会了开机跟其他功能 但是没手机卡跟网络在这边也没用 不过照片倒拍了不少 妮儿 开门嘞 柚子今天上山 拉回了一板车干柴和一麻袋的板柄 哥 回来了 虎妮帮忙推板车进门 东西放妥当后就进了里屋 哥 咱奶粉喝完了 这东西喝了身体挺壮实的 这个冬天都没感冒生病过 你去地匠拿钱 算一下那边的还有多少钱 还有三百多块钱 哥 咱拿些干货去卖吧 百羊阿姨店附近 再送点干货给她 把手机放那里让她帮忙充电 行 入冬前 兄妹俩上山去找了好多坚果山珍 单是核桃板栗就两百多斤 松子不多三十来斤 晒干的云耳 黄花菜干之类 收拾好要带去的东西 兄妹俩再次通过时空之门来到现代 柚子在门口守着东西 虎妮琳只要送的两份领 更要充电的手机进了里面 杨阿姨 好久不见了 这是我们老家的亲戚带过来的山货 送点给您尝尝 还要拜托您帮我充一下手机 快没电了 哎呦 你长高了也变白了 好久不见呀 东西我就不要了 你把手机拿来 我给你充 杨阿姨 这都是我们东北老家山上的野货 大老远的拿过来 我们也不知道怎么订个价钱 你帮我订个价钱 这一份是给苏浩哥哥加的 五种每样就两斤 理清情义重 杨洁听虎妮这样说 也不好再推辞 打开放在柜台的布袋 拿出里面的干货仔细检查 哟 老板娘 你这黄花菜橙色不错呀 牛选锅硫黄的 筛的不错 收租婆你才是行的 你帮我估个价 不怕那给底价呀 那可是要卖的呀 哎呦 都十几年的邻居了 谁不知道谁要 最终 云儿五十块一斤 黄花菜干四十五一斤 核桃十五块钱一斤 板栗五块钱一斤 包租婆每样东西 都拿了五斤 大概是年底的原因 东西一摆出来 陆陆续续买的人很多 没多久就核桃 还剩下五六斤 其余都卖完了 嘿 我远远的 就看见你们了 南城哥哥 你吓得我心扑通扑通跳 哼 抱歉 一时冲动啊 忘了你还小 古南城寒假作业 终于写完了 今天开始 他能大玩特玩了 柚子 你们那里放寒假了 有没有要上兴趣班呀 嗯 什么 那里是哪里 南古城虎南城知道 我们不是这里的人了 呃 我们那边那么偏僻 能读书就不错了 哪里还有补习班呢 嗯 南城哥哥 你兴趣班学的都有什么呀 哼 就矮子里面挑高个 挑了个跆拳道 强身健体 还挑了个书法 陶冶琴仓 其实我最喜欢的是电竞啊 等你 强身健体等于增加武力值 那六岁的人家收不收啊 学费贵不贵呀 时间长不长啊 柚子也是两眼放光的看着古南城 古南城掏出手机 打开跆拳道群 看着报名表 五岁以上寒假每节课是二十五块钱 每节课一个半小时 一个月上八节课 服装一套三百块钱 得找教练买 这个兴趣班每年只开寒暑假 是我们学校的体育老师开的 我们两个八节课就得一千块钱了 学习的机会不多 也不知道要不要身份信息 嗯 可是我们长辈很忙啊 没大人带着能不能给报名啊 我们还小 也没有办身份证啊 也不用大人带着 有个联系方式就行了 把你们拉进取理 能回消息就行 兄妹俩对视一眼 不巧 有手机没卡 那啥 我好奇手机卡长啥样 用卡针打开拿出来玩 给丢大沟里去了 怕长辈打 想着偷偷出来买 然后再打电话跟他们说 古南城也是一脸为难 买卡给身份证注册 我也丢了两次手机 爸妈各自都办了一次给我 我知道谁能给你们办张卡 东西卖完了没有 我带你们找他去 剩下一点核桃不用卖了 核桃那个人喜欢吃 带点给他补补脑子 你把东西放我家店里 我开车带你们去 说完跑进店里 妈 我带柚子兄妹去找小表叔丸 我要开电动车 行 别往公路上面开 把你小时候的头盔拿出来 都戴上头盔 把这袋东西也带去 说是柚子他们送的 别开太快了 杨洁看着急匆匆 跑到休息室翻东西的儿子 摇了摇头 跟他爸一样 都是左耳进右耳出 虎妮 手机充好了 哎 阿姨 核桃还剩一点 你还要不 够了 你们留着下次再卖吧 那我们就把剩下的 都送给南城哥哥 带我们去见的那个人 他不就带你们去见俗号吗 也行 他喜欢吃琥珀核桃 多给点核桃 他还高兴呢 这时古南城从休息室出来 手里拿着两大一小的头盔 分给了柚子兄妹 两亿人一个头盔 然后他就去开电动车了 来 虎妮坐中间 柚子坐后面 两个布袋放前面这个挂钩上 抓稳了 电动车启动 一路上寒风呼啸 刺骨的冷风刮的虎妮一直哆嗦 柚子今天穿的是 古大叔免疫改的衣服 风吹不进来 他也感觉不到了 嗯 古南城衣服这么薄 咋都不见他哆嗦一下 到时候去超市 也买件这里的棉服给妹妹穿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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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